夏天高温气候花莲蜜香红茶正当季 瑞瑟湘农会今年度农业农产竞赛盛事 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也在今天进行了参赛茶农的绞茶作业 而随着产观学界对于评鉴赛事的可信度提高 今年参赛的茶样点也攀升超过了200多点 农会总干事黄松黄表示 所有的参赛茶样将全数送药检 确保参赛茶的安全 搅茶参赛的茶农到出蜜香红茶参赛茶样点的那一刻 茶香脱皮而来 各个展现了准备拿下今年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特有奖项的决心 我们今年度的蜜香红茶育料茶比赛 从今天开始搅茶 预计会有250点的点数 它是呈现一个逐年成长的成绩 可见我们不管是消费者也好 或者是我们茶农也好 对我们蜜香红茶的评鉴具有一定的信心度 站在农会的立场 我们也希望说将来能够扩大办理 甚至于办全国赛的部分 把我们这个瑞瑟蜜香红茶推广的更宽更远 堪称市瑞瑟香农会年度农产产销竞赛盛事之一的花莲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办理至今也有将近20多年 随着场观学界对赛事极高的可信度与评价 参赛茶样点也更加提高 甚至包括了富里香六十淡山 以及玉里赤柯山的茶农也踊跃参赛 竞争激烈 今天开始缴查 那预计比赛的时间是7月11号到12号两天 那我们会邀请茶叶改良场 及专家学者来做一个评比 那从这个外观香气跟滋味的部分 来做一个评比 那在这段期间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茶样送到台东大学来做一个药检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所有的比赛茶都是合乎我们政府的一个安全用药规定 论事项农会今天结束了参赛茶农缴查作业 总共有200多个茶样点完成报名 农会总干事黄生黄表示 所有的参赛茶样将全数送药检 确保参赛茶的安全 而通过第一关药检合格者 预计将会在7月11号 以及12号进行最终战的官能评鉴评评评 谁能夺下年度茶王宝座 值得期待也备受关注 记者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线赛茶